這件事已經進入司法 我們聲援的事情 我們一定會支持我們主席捍衛清白 那另外一拚我們就維持正常的運作 然後進入司法工坊 就要有司法工坊的一些手段跟策略 因為民眾有這麼多律師 黃山山 黃山山的律師啊 我不知道這一招 當然在這個我們知道 在一踩的時候是成功的策略 可是他付出的代價也太巨大了 不管是在政治上的代價 或者是在後面法律上的代價 柯文哲八年市政神話直接破碎 就是搞了半年 你連副市長在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的話 你要當笨蛋還是當外彈的差別 如果要拚無罪 這看起來也好像只有這一招 寧願讓外界相信他 沒有處理這些事件能力 也不能讓外界覺得 他有徒利的可能 所以當然會有後座力 但是大家面對司法 大家還是拚無罪 捍衛清白 就要從現在的司法事件下去 我覺得跟之前的案子一樣 就是你的訴訟策略 現在已經進入到司法階段 送遍策略了 就訴訟策略 就不是訴諸於政治風向了 現在就是技術實打實的 你必須真的很相信你的律師 真的很相信怎麼樣 他現在律師到底是黃三三呢 還是 就是現在已經進入到技術討論的階段了 就我們已經在講球評了 就是你已經下場打球 你已經不是在那邊歡呼加油 就比誰啦啦隊 已經不是在比誰啦啦隊好看了 是在比誰能打出安打 誰能投出好球了 已經不是在外面的階段 所以你真的 你訴訟策略真的現在 你可能現在心情可能 外面的親屬可能心情不好 你現在剛進去心情不好 我覺得冷靜一下 真的你現在開始 是面對司法訴訟的階段 你的律師跟你之間 可能討論出 你假設真的無罪 那討論出一個能夠讓法官 能夠讓檢察官 能夠讓社會大眾相信的結果 因為我相信這個開庭 一定是很多人去看 很多記者都會去報了 我覺得這個開庭 乾脆是不是可以我們修個法 全國聯播 沒有不用 根據規定反正他 因為你看美國是會的 對本來就會有一些名額 是外面的人可以登記去看的 但是你進去你只能畫圖啊 記錄啊 但是我意思是說 乾脆像美國一樣 四季大審判 沒有 通常 我有聽那個司法 東京大審判 他們還是會偷帶錄音筆 就是 一定要辦你 你怎麼記得完 不會記得完 但是我意思是說 四季大審判 東京大審判 紐倫堡大審 我們來辦一個台北城大審 台灣應該不會 但是這個真的就是 後面都是司法階段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民眾黨策略 就是說 這件事已經進入司法 我們聲援的事情 我們一定會支持 我們主席捍衛清白 那有一批人在幫他做這些東西 那另外一批人 我們就維持正常的運作 然後 進入司法工坊 就會要有司法工坊的一些手段跟策略 因為民眾有這麼多律師 黃山山 黃國昂的律師啊 那也有很多檢察官啊 包括不然就是請教吳宗憲也可以啊 就是說在法庭的這些工坊 假設你今天真的無罪 你要怎麼樣去讓人家相信 在這個過程你是因得神的 就是沒事 我一樣的問題啊 我早上問過李貴明 我先來問你 就是說到底窩不知島這一招 當然在這個我們知道 在一踩的時候是成功的策略 可是他付出的代價也太巨大了 不管是在政治上的代價 或者是在後面法律上的代價 很明顯二踩就是因為窩不知島 被把自己打倒了 就直接call down了嘛 另外這個窩不知島的政治代價更大 柯文哲八年市政神話直接破碎 就是搞了半天 你連副市長在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的話 當笨蛋還是當壞蛋的差別 壞蛋就被抓去關 你看李文中你辦公室的主任 你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你的50年後你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副市長你也不知道 那你到底知道了什麼 這個代價還沒有出來 是慢慢在緩視 就是他慢慢在釋放這個力量 而且你看綠營的節目 全部都在講我不知道 就猛攻你也不知道 就一直挖摔 柯文哲難道你不知道嗎 然後就拿出一張圖 我不知道 你看了 這你又不知道了嗎 然後這個時候 減蘇培通告多到 跑到手斷掉 腳斷掉 耿塗啦 我覺得這個策略 到底誰給他的策略啊 如果要拚無罪 看起來也好像只有這一招 也沒有別招了啦 所以你一開始 他就想要做無罪答辯了 因為他覺得他無罪 他真的 秉持他的這個觀點事實來講 他真的不知道 所以可能寧願讓外界相信他 沒有處理這些事險能力 也不能讓外界覺得他有圖利的可能啦 所以當然會有後座力 但是大家面對司法 面對司法大家還是拚無罪啦 我有問李貴委員他說 你這個我不知道被法官攻破了 我應該說被檢察官攻破之後 當法官新政行程 你後面的證詞都不重要了 就是效率會遞減很多 所以就是訴訟策略嘛 我就說這個訴訟策略要怎麼 因為我也沒 我也不知道土利罪是怎麼樣懸判 因為貪污罪就是實打實 你有收就是台湖土利 但是貪污罪是這樣 土利罪就有點難 我們剛剛講那個定罪率 好像不到一半 李素德的冤魂還在 李素德還是被柯 還是被柯文哲送進去了 我是說李素德確實也是這樣背叛 但是他也是一審嘛 他現在 我不知道怎麼說二審 把李素德移送了就柯文哲啊 他是一審 那 他會不會跟柯李素德關在一起 這我不知道 我希望不要 我希望這個真的沒事就沒事 真的沒事就沒事 訴訟 你看李素德成 我記得2018到現在才一審 有夠就還蠻久的 所以這件事第一個檢察官肯定會起訴嘛 我覺得啦 希望不要 但是他如果要起訴的話 那這個一審二審三審 打可能打85 5到8年是跑不掉的 對啊 那到時候那一棟都已經蓋好了 大概就會是 對長期來講對於柯文哲 對於第三勢力 對於民眾來講都是一種 很長期的臨時啦 不然乾脆就是 就是把4300萬上班賣掉 去買金華城的上班 就證明說我沒有土力 你看我還給他買 怎麼買 對直接買啊 就是兜個一億嘛 應該夠啦 你知道兜得出來 我覺得太難了 太難了 這個其實我是覺得去可以進金華城買 你看我沒有土力金華城 我還花錢給他對不對 所以沒有人自費費賄賂的嘛 反而可以驗證自己的清白 金華城那裡也離台北市蠻近的啊 以前柯P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就是望著金華城 望著金華城 望著望著到土城 唉感慨啊 再來啦這個民眾黨說要捍衛柯文哲的清白 剛才你有提到說全國開獎 週日就要登場 其實本來江和樹就想把他辦台中開獎了 他原本就要辦了啦 所以這個我猜這個提案應該又是江和樹提案的啦 他希望他趕快下一項去講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不是這一屆的中央委員 那我覺得第一個辦一場OK 那你辦在台北當然有可能 人人一定不會少 那這一個禮拜大家情緒都很滿 需要一些東西給大家抒發一下情緒喊一喊 這個不管是有醫生心健康還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大概千人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希望也不要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媒體來 然後也會 因為辦週日的下午這個晚上 一定會有很多想要鬧事的人來 那我是希望不要再出什麼意外 因為上一場已經有 有一些意外了 那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 情緒很滿的同時 大家來講一講 大家都先講好 如果有人來鬧場也不要理他 因為包括 市場嗎一定會去 台灣國啊都有啦 就是 而且市場嗎一定會去 然後 然後我看那個 柯文哲送去土城 也旁邊一堆人在那邊歡呼 所以這一場一定會有很多人來 這個亂 我覺得希望真的不要發生什麼大事 真的是不要發生什麼大事 那我覺得一場OK 那你辦在其他縣市就會很麻煩 你看其他縣市 你人數不多被他笑 你人數多就聚眾鬧事 嗯 就是我覺得辦一場就好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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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